你有没有算一算你懂得多少种语言呢 星期三由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刘永刚讲师告诉你 职场上懂得多种语言的好处 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六点到七点 有黄金党金龙和小韩联同各领域嘉宾联手画龙点睛 六点十四分星期三快乐大家好 我是黄金党的金龙 你好 男人黄昌翰입니다 你这个是会说韩语的啊 我不知道对不对 对啊 我最说端端端不安博 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嘉宾访谈 听到预告了吗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总会长 刘永刚讲师在节目现场 老师你好 金龙好 小韩好 是 今天来谈一谈多种语言在职场上的好处 我相信如果多种语言的话 的确是可以在职场上会怎么说发光发热 或者是老板会特别的喜欢你 加很多分 那尤其是对于像我们主持人来说啊 可能平时在IFM的直播或者是广播当中呢 就是用中文 但是如果你会更多语文的话呢 我们在外面接主持的活动的时候呢 就有更多选择了 加上我们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所以其他国家的朋友都很羡慕 哇 你们会好多种的语言 比如说在我们的小学或者在中学的时候呢 我们学了华语 学了英语跟马来语嘛 那还有自己本身的一些方言 那搞不好呢你自己本身的方言同时呢 你的朋友又其他的方言你又学会了 所以呢 是给外人感觉上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是一个语言天才 所以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柬埔寨的男生吗 他就因为会多种语言 然后就在网上爆红 然后很多人都称赞他 哎呀 你怎么会这么多语言呢 殊不知我觉得跟他对答的那个小姐姐 就是一位槟城人 他也很了不起啊 他听得懂他掌握了这么多语言 他才知道对方会什么语言 那老师对于来说呢 要懂多少种语言在职场上呢 才可以加分呢 在马来西亚 当然啦 在马来西亚我们讲最基本的 当然你要懂得三种语言 那所谓三种语言是怎么样呢 有些人说是不是三种语言 就是我们学校要求的可能是华语啊 马来语和英语呢 那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说 哎呀 可能我们是可能念读中的 可能马来语就稍微比较弱了 那如果只会华语 英语的 那么如果你懂另外一种方言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 我们讲可以招吃的一些工具 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住在北马的 可能槟城的话呢 你不会福建话 你是蛮吃亏的哦 而且福建话 不同地方的福建话 有不同的发音 因为有时候啊 这一些地方的福建话听起来 咦 怎么不一样的 他们会觉得怪怪的 对呀 就好像北部和南部 他们就有一些中部了 又不一样啊 中部有一点点掺杂的那种情况 所以就变成说 你会觉得说 我们马来语西亚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 而且好像金龙刚才所讲嘛 我们多元种族嘛 也加上方言嘛 我常常说 华人啊 基本上来讲说呢 至少至少 你都会懂五种语言以上 五种 五种 就是我们在学校学的三大语言 当然三大语言 我们说的三大语言 你自己本身的方言 那可能别人的方言 这个五个种类嘛 你看我们说在马来西亚的语言 除了华语 马来语 英语之外呢 广东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懂 也许 可能不会说 但是会听 对 至少会听 可能讲的不准 一讲的话呢 别人就知道说 你肯定不是广东人 那种感觉 可能广西话会比较难学 但是如果还是广西人 那他就多一种优势了 那还有什么语言是比较普遍的呢 可能就说福建话咯 或者说这一个客家话 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再加起来的话呢 你多多少少 你会蛮多种语言的 但是我现在有算一算了 其实我还不懂蛮多的方言的 只是所有的方言都是半同学 是老师 我们其实马来西亚人 有好多都面对这样的 所谓的小小的瓶颈啊 就是我们会很多 但是都不精通 对 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讲的 我们满身刀 没有一把力咯 所以当然 虽然满身刀没有一把力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懂得 运用那种语言的话呢 其实那个也是一种优势来的 有时候我们所讲的嘛 语言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语言其实是一种 我们叫做武器啊 这个武器就是说呢 我不需要很力 但是这副武器 如果能够伤到你的话 我已经产生了武器的作用了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用语言去伤人 而是说我们这个语言 是否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对方沟通 对方听得懂那个语言 我觉得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我们也不难发现的 如果说日本这个国家 他们比较 我们叫做日本主义者嘛 他们就是会比较维护自己的语言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到 因为中国人 中国崛起了 他们觉得中国人的消费蛮大的 所以日本人本身也学习了一些华语 不只是日本人 全世界的人都在学华语 对对对 所以全世界都在中国话嘛 就是这个历史啊 所以我们说 你可以发现到他们本身 你说他们懂很多吗 好像我们去到越南 突然间我们听到越南人 会看到我们是华人的时候 马上就会说呢 你们好 欢迎光临 我们就跟他讲了 请问这个怎么卖啊 他就不懂了 意思是什么样呢 他可能只是懂得普通的几句话 但是如果那普通的几句话的话呢 能够吸引到人 能够做彼此的沟通 那个已经是一个入门了 但是这个一定要开始的 所以我总觉得 多一种语言就多一个武器 也就是说语言其实用在于沟通啦 要传达讯息 让你听得明白就好了 对 其实最重要是你要明白嘛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 在马来西亚 当然我们的国语 就叫做马来语嘛 有很多他们会觉得 学习马来语是一种障碍 就包括现在在籍的学生啊 他们会觉得说 哇 马来语好难学啊 其实会被英语混淆 你知道吗 因为都是用那个 所谓的字母 然后发现到说 为什么这个 DA又变成 然后又 马来语就变成 对了 就变常常会混淆的 而且又用着这一个 我们叫做 所以就变成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哇 好难学啊 而且有很多词 根本都学不会 当然如果要面对考试的话呢 你毕竟还是要把那个语言给学好 但是如果我们说 如果语言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只要你懂得跟对方沟通 而对方听得懂你讲什么话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优势 就好像以前我们常常听到 父母亲常常讲说啊 可能去到一些政府部门啊 或者去到医院啊 都会有一些很恶劣的招待 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那边的工作人 态度真的是很差 常常骂人的 老实说啊 他都不懂你讲什么 他工作又很忙啊 所以也避与无奈 这个情况底下呢 就导致到他们脾气暴躁了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 讲对方的语言 那是不是说 大家就好好可以坐下来聊呢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 一种人性来的 是 老师你自己在职场上面 主要是运用哪几种语言 我在职场 就是我自己演讲嘛 我就用了四种语言了 所谓的华语 广东话 然后英语和马来语 是必须要精通的那一种 当然了 有很多人做讲师 他未必用这么多种语言的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去到国外 那中国人一问 或者说 你本身在马来西亚 你是用多少种语言在演讲 我说用四种 他们说哇你好了不起啊 你是语言天才啊 我说不是天才啊 是避语无奈啊 因为马来西亚的市场 不算太大 那当然 如果我们只着重在华语 你只能够做华人的市场啊 因为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来说呢 我们可以把华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七 什么就是三七呢 70%是懂得华语 也听得懂华语的 有30%是我们所讲的音效声 他们可能只懂一些 可能在北部都是福建话 或者在吉隆坡是懂得广东话 所以如果你用华语跟他讲课的话呢 也许他听不懂了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懂得另外一种语言 来跟他做沟通 那在早期的时候 我很坚持 我觉得演讲一定要专一 用一种语言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有一位前辈 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前总会长 严雅生老师 他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要用马来语在讲课呢 他问我你懂不懂马来语 我说我是国中生 懂的 但是会看 会写 然后会读 那问题是 要讲马来语 我们始终要 要有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自我认知 我们华人讲马来语 基本上讲起来有点怪怪的 就是华人音 就是听得出是华人在讲马来话 是是是 他就会觉得说 好像华人一讲马来语 你只要听 你不需要看 你就知道这个是华人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对自己缺乏一个信心 因为站在台上跟人家演讲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跟这位严老师说了 我就说 我马来语还不算很好 严老师当时就马上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十多年前了 他就说 什么时候你会好 我就说 我也不懂 他说你如果永远不讲 你永远都不会好 他说你一定要敢敢讲的 人就是要在这个红炉里面去成长 你不讲 你永远都不会好 所以为什么不要去尝试呢 也因为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 人始终要去尝试的 可能我们觉得说 万一讲的不好 是不是会给别人取笑呢 我相信马来西亚人 是比较有文化的 你讲不好 他不会打你的 只不过他可能会笑你 那我们今天只要脸皮厚一点的话 多敢敢去讲的话呢 你就能够顺从了 就是这样子而来啊 所以慢慢的从马来语 再延伸去广东 再去到英文 那就变成四种语言了 这种是我们讲的一步一步来 而且老师不只是达到沟通的目的 那个两个人的关系距离 是马上拉近的对不对 肯定会啊 就好像我们 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吧 好像我去到一些 可能说一些公司 那他派来上课的员工 都是马来人 当然他们进来的时候呢 无可否认的 我们不是说 种族上的一种歧视什么东西 他总会觉得 既然今天是马来课程 李英应该是马来讲师嘛 那怎么今天派个华人讲师的 所以当然 当他一看到华人讲师 他不是说抗拒 而是说他今天可能不敢抱着太大的期望 从你那里能够听到什么东西 但是当我能够开口 一讲了一句马来语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到 这种马来语 是我们熟悉的马来西亚 类似有马来人口音的马来语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不一样了 那个感觉就会拉近了 这个是我们说 语言它其实具备了这种力量 能够拉近彼此间的关系的 其实像我们主持人一样啦 虽然那个场合 大会是指定我们说华语的 那可能当你看到有一些马来朋友 对对一些友族的 一些友族朋友的话呢 一说一两句马来语的话呢 他们就长得会特别的热烈哦 但是如果你本身会几句的印度话 那你也可以小秀几句的印度话 那类似这样子的话呢 他也会很开心的 这个就跟韩兴来马来西亚宣传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他们基本上只学一两句 我爱你啊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全场尖叫 然后呢 报导一定会多写几句 就入乡随俗啦 要接地气啦 是 嗨 你好 那今天继续来聊一聊 在职场上懂多种语言的好处啦 那我们来感到说吗 其实非常多好处的 那在职场上当中 是不是升职机会也比较多呢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 我们懂得多种语言的话呢 肯定的升职机会一定会比较高 那当然不是说不是绝对的 那语言是其中一个条件 那当然也要看你的能力啊 态度啊等等的东西 那能力里面就有一个东西 就叫做语言能力了 假设今天 如果我们懂得华文态度非常的好 那也非常的勤劳 但是我们却不懂得英语 那肯定的 在升职的过程之中呢 也许你要涉及的文件啊 都是在英语的 那老板就会考量了 我升你上去的时候呢 如果你又不易语言英语的话呢 那我升你上去 那搞不好你 那些文件怎么办 对啊你怎么办呢 或者是你乱乱签 那是不是的你都签 对了可能你也给别人利用 难道我真的要请个秘书 懂得英语的给你吗 那倒不如我升一个会英语的 不是更好吗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其中一个条件 当然了我们说今天 有很多人会讲了 哇懂这样多种语言 可能会做死咯 在我们的脸书 有人这样子说 有人留言了 就说可能会做死的 那老实说啦 今天如果你不懂语言的话呢 可能你进去里面 就先给人弄死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其实职场是非常的残酷 也非常的我们讲残忍 你今天能力稍微比人家弱了 人家能力稍微比你强 哪怕今天你比别人勤劳 有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你孙色在语言上 你可能就是这样子而输掉了 我知道说职场上 比如说到外国或外地去公干的话 老板也会考量到你本身的语言的掌握能力 这个是必要的 比如说像记者也好 那如果你的英语没有很流利的话 要去到英国啊美国啊 或者是说英语的地方去采访的话就不行啦 去香港咯 去中国采访咯 就只能够掌握 就被局限了 对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懂得多语言 你肯定有更多的机会 我去过十一个国家演讲 那其中一个最远的就是非洲的尼瑞利亚 我去非洲尼瑞利亚是刚好 那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英语讲课 当然我英语不能够说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至少我能够用英语讲课讲两天 那讲完之后非洲的还跟我讲一句 他说什么呢 Mr. Liu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就跟我讲我英文太好了 其实不是我英文好 是因为他们英文很烂 所以就比较起来 我至少能够让他们听得懂 我在讲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所说的 当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委派 有可能说一份工作 可能要去到外国做一些 可能说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当地人沟通 我们每一次都需要用翻译员的话 可能老板就会选择了 为什么我不要选一个 能够跟当地人沟通的一个人 如果我们说委派去那个国家 是那个语言是比较冷门的 比如说孟加拉 可能说去日语 可能说日语 日语其实也不算是太冷门 但是至少说 那一边是大家都 可能可以找个翻译员吧 缅甸啊 对缅甸啊 辽国啊 对啊 你不可能学他的语言吗 因为是尼泊尔啊 太辛苦了 所以怎么样了 那个时候你就 可能老板就会觉得 反正都没有人懂了 我就找个翻译员给你吧 但是如果说 他派你去英国 美国 或者说派到你去香港 然后你又不会讲广东话的 你去到那边 你只能够用华语去讲的话 可能那个味道 就没有在那边了 就好像今天主持 比如说要访问一个歌手 那他是香港的歌手 可能在 不是很会讲华语 那如果要派我们去采访他 你又用华语来采访 他又讲的不好 那回来的时候 如果播给听众听的话 那个效果就没有这么强了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多一种语言的话 肯定在职场 是占据那个优势的 尤其在公司内部呢 可能跟高层的接触方面 也有一定的优势 也肯定的 就可能有 现在国际化嘛 这个环境 然后有一些公司呢 有海外的总部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的语言 可以直接跟 可能高层过来这里啊 你们可以直接沟通的话 那大家自然会对你 比较有印象啊 他也会觉得你是蛮不错的 因为感觉上 你就是可以跟我沟通 假设如果在沟通的过程之中 你又是公司 马来西亚的高层 但是你却不会跟 这些高层沟通的话呢 这些高层会有一个心理 就觉得 既然我们是国际化公司 我们总部派人来 你却不能够跟总部的人沟通 你又是这边的负责人 以后可能在整个 沟通的过程之中 可能在处理事物呢 可能就有些障碍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好 你还是要学 我曾经去过一些日本厂 发现到那边的高层 都会多多少少讲日本话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怎么样都好 你的总部就在日本 那你不学 你可能升职的机会 就来的会比别人差 所以一定怎么样都好呢 要逼到自己学的会那个语言 因为总公司就在那边 而且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方言有优势 去到其他的国家 如果你会当地的地方语言的话 也有很大的优势 对不对 尤其是在中国 对对对啊 他们会觉得你是一家人 去上海会说上海话 你去哪里会说广东话 什么之类的 对对 最好上我们去到香港 当然我们的口音跟香港人 可能有一些差别 有些出入 他一听就知道说 你不是纯粹 就是他觉得你不是很纯正 但是至少他听得懂 他也觉得你蛮尊重我们的 所以那个关系就突然间 好像变好了 那很多沟通就可以了 可以谈更多东西了 就不会产生误会 是是因为有 当然了我们马来西亚人 讲广东话很多时候会产生误会的 这个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发音 可能不准 就我们举个例子嘛 香蕉就好了 突然间我们讲一个公咎 他就会觉得奇怪 有母的吗 所以这些是我们会产生的一种 可能在用语方面 可能会做错的 那另外在香港的话 比如说你要把那个东西带走的话 你千万不要打包 你不要打包 就是打包意思呢 在香港他们就是说你就是往生了 就把你尸体给打包走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语言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至少去到那边 我们叫做接地气嘛 那个感觉 我也看过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 比如说中国人 他们来到这里 那首要的中国人来的条件 一定要懂得英语 因为至少要跟本地人沟通啊 你不是每一个员工都是华人 那至少你跟马来人沟通 你至少可以用一些英语 那至少马来人也懂得 怎么跟你沟通 要是会议上有华人 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 难道你要三种语言都重复一次吗 那你直接会一个大家都会的语言 就省时很多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一种必要 就好像刚才小韩问我说 你用多少种语言在讲 我用四种 原因是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企业上的培训 可能说英语 是大家能够熟悉的一个共同的语言 但是英语 我们都知道说 马来西亚人可能在掌握英语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销售员 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的强 再加上他们做的都是本地市场 你跟他讲英语 他可能只听懂一半 那然后马来人可能也听懂一半 那个时候要怎么样呢 可能我们就采取国语的方式去演讲了 那至少大家都能够听得懂这种语言 我说我知道其实语言 不只是沟通的工具 它还是一种文化对不对 因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不是去做志工吗 然后呢就有跟很多的有足的同胞一起讲马来文 然后他们就会常常在自己闲聊的时候 加很多开玩笑的语言 然后我会当真 我会说啊 真的是骂号啊 其实在他们来说只是开玩笑闲聊的一种语言 其实你多说的话 其实也会融入他们的沟通的文化当中 也就是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本身听得懂 但是我们是好像一个外人的感觉的时候呢 他不是真的要表达那个意思 只是一个闲话而已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这样子啦 就像有些人我们说朋友之中呢 我们会开一些玩笑嘛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跑过来问你说 哎这个位置也没有人坐啊 你跟他讲说有啊 然后呢他就说哦 有人坐啊 是啊留给你啊 但是你看呢 这种是我们的一种可能在朋友之中的一种聊天的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比如说是圈外人的一个情况 一进到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哎 为什么这个人讲话那么怪的 其实在你自己本身的圈子内 你会觉得哎 很自然啊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讲的语言的 只能够产生出来的一个很大的效应 我知道说语言真的非常重要啦 要怎么去学好我们的语言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哪怕你家里是讲华文的 当然了 这个如果说这个孩子 你把他送去英语学院 你回来的家里 只是全部都是讲华文的话 完全不跟他用英语沟通的话呢 那这个孩子很快又把学到的东西又还给老师了 我们也是同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哇我就报告这个什么 日语课程啊 什么韩语课程啊 因为要看得懂什么韩剧啊 日剧啊 但是当你回来之后 你看完了那套戏 可能你是掌握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不去讲的话呢 语言是很欺负人的 你就会忘记掉了 只会懂 对啦 就是那两三句啦 这个东西 就好像我举我自己本身一个例子吧 我妈妈是潮州人 我外公外婆以前都是讲潮州话的 丢鸠囊 丢鸠囊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不讲 因为我爸爸客家人嘛 所以我就觉得不讲 但是我会听 他们跟我讲什么 我就不跟他讲 然后呢 听得懂 没办法讲 然后娶个太太 也是潮州人 那我的岳母 只会讲潮州话 却不会讲其他语言 但是呢 怎么样呢 至少说我在整个跟他 互动的过程之中呢 是很可爱的 我们可以聊天 聊两个小时 他讲潮州话 我讲华语 这是马来西亚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 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来的 其实如果说 好像小韩所讲的 到底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语言呢 那掌握语言 基本上有几个简单的步骤 是非常容易的 可能说今天听节目的一些 我们讲的一些听众 都可以把它学起来 我们要学习 好像小孩进学校的那种感觉 当然不一定说要坐在那边去学 那我们首先要学一种语言的话呢 先学单字 单字是最容易学的 比如说今天讲的 再见要怎么讲 比如说今天讲的桌子 要怎么讲 随随随单字 学了单字之后呢 从单字里面调整那个发音 因为人很多时候学一个单字 可能他的发音没有很准 就像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讲的华语 有四个音节嘛 我们讲的四个音节里面 但是广东话就有九个音节了 是不是九个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就变成说 你会发现到那个发音 欠了一点点 那个意思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谁的单字 谁的发音呢 那这个时候要做什么样呢 就要开始连串几个单字在一起 变成一个句子 这个是开始能够讲一句话了 就好像我们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样 差不多是这样的 从零开始吧 这些单词之后呢 叫造句 对了 然后接下来 那个步骤 就是我们一定要从 学习的这个场合 走出去了 也就是怎么样呢 找对象练习 一定要找到人讲 哪怕今天讲的过程之中 你可能给人笑 或者说你讲的不对 但是一定要讲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讲很重要的三个步 哪三个步呢 第一个 不要脸 第二个 不怕犯错 第三个 不要放弃 这三个步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掌控之后呢 我相信很多的语言都能够掌控回来的 就像我们讲英语可能比较弱的 那学单字啊 学了单字就好像听写嘛 一直听写听写听写了 那这些单字 你把它怎么样呢 慢慢的学了发音连串起来 变成一个句子之后呢 然后不断的找人讲 那讲讲一下 一句一句一句的衔接起来 它就变成了整个我们讲的故事 可以跟对方分享的 可能在过程里面 我们不能够讲到百分之百 因为马来西亚人 学太多种语言 可能都是全部叫做半红水 但是总好过我们讲不出来啊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 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果断的勇敢的去尝试 其实很多听众就觉得说了 哎呀 像如果说我又没有这样的环境 没有这样的平台去学习的话呢 这边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建议 就是常常聆听我们的画龙点睛的节目 四点到八点 给你们打个广告 因为呢为什么呢 画龙点睛会不定时的请一些嘉宾啊 尤其是新闻播报员啊 前新闻播报员啊 他们上来不是要分享一些语言吗 对吧 有的时候我在车上 在回图之中 我都会听这个节目 而且在车上有的时候呢 因为一个人驾车嘛 就开始在学着 学这些单字的发音 有时候就总觉得 哇小韩在过程之中 好像真的是语言天才啊 一学就会啊 但是如果不练习 我相信可能也会忘记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学习管道 对啊 我们画龙点睛呢 都会不定时的邀请 我们的一些 前新闻播报员 方言新闻播报员呢 他们都很棒 对 他们都乐意的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一些方言的 正确的发音 那当然 比如说方言之外 如果你要学英语的话呢 星期六和星期天 下午四点到五点 子音主持的 对 英语学堂呢 也是可以让他学习英语哦 所以呢 只要呢 你不要放弃了 还有不要脸 还有不放弃的话呢 就可以学好这个语言的部分 对吗 是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常常讲的 语言呢 真的不要把自己 感觉到说是一个压力 你要把语言 当成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敢敢去说嘛 你看小孩子 有的时候他讲错一句话 我每个人都笑他 笑了他就跟他讲 不是这样讲的 你要这样念的 他就怎么样了 他也不要脸了 就跟你念一次嘛 那他学会了 他反而倒笑回你 那你不会讲 我会了 这个情况 那今天非常感谢 李文刚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 谢谢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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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